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马接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 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 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 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 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 同时 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 定时清销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 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 确保通风良好 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 用餐前应正确洗手 用餐期间不交谈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音量华尔街 那今天指数呢 这个有稍微跟上个礼拜不太一样 这个上礼拜沙尾盘 那今天一度是开盘大涨 不过大涨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大家还是没有什么一样的一个信心 所以造成这个价的部分 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涨区 但是我相信这个盘应该还是有人在里面做一个强力的支撑 他如果没有撑的话 他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那政府也宣布这个 今天只要跌幅超过3.5%的 隔天就是禁止平盘下放空 所以这个限空令 又出来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对于这整个股市后续呢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可以确定政府心态是偏多的 但是这个还不够 他必须要更积极的作为 因为 坦白讲了这个 美国股市啊 你看到道雄指数 道雄指数已经上来了 对不对 那照理来讲 台北股市 我们跌的比美股还深 他应该要去做一个强攻吗 对不对 但是目前来讲到台北股市应该还在这里 等于这个地方来讲有些差距 那你会说啊 这个主要台北股市是因为 受这个电子股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他理论上来讲也是强于台股 台股现在在这里 他已经先上来了 对不对所以 我上次我跟大家讲说 碰到 月线之后 会稍微震一下 那不代表结束 这边应该还会有机会去做一个突围 对不对 你看月线 像 上个礼拜再收个红K棒他是怎么样 有在月线之上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说 还是比较 弱势的盘 可是 可以看到出来说他是有机会去酝酿慢慢 转好的一个形态 那我讲了最好的时间点应该是落在什么时候 大概11月3号附近 这次美国的升息之后市场会马上做出一些判断 就说 你假设你在升三马好了 那如果12月是升升两马的话 那市场会预估你这个升息的动作是不是已经怎么样见顶了 因为现在比较怕的就说 11月升三马 12月再升三马 个人认为这个机率上来讲 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 他现在的一个升息的幅度其实已经很接近连准会一个升息的目标 那英王也讲了嘛 明年初 预料会结束前置升息 就说 他现在的快速升息的目的已经快达到了 他会结束提前 在这个地方会结束一个前置升息的作业 等于说他已经先把利率调高上来等 他的目的很简单 各位他就是要把所谓的核心CPI给他降低 那核心CPI里面很多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嘛 那我们在台湾也知道如果要让整个房地产市场 去做一个扭转的话各位 这是一头大象 他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上可能就是 猎豹之类的 你要让他转向他其实速度很快 他一下子就可以转 但是你要让整个 房地产去做一个转向的话他就是一头大象 他需要时间 慢慢的去做一个 反转 所以他利率升高之后你会发现接下来这几个月 美国的房地产 数据上来讲就开始慢慢的下来因为 房子不像股票 这么好流动 房房地产 他的一个价格比较高 那他流动性来讲的话跟股市股票是有差的 所以他要很明显的出现数据的下滑 他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 可能三个月或半年 才会体现出来 所以他利率升高之后只要我们有看到 在整个数据上 就说 一些跟房地产有关的数据是下滑的 那就代表 他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等于说后面就慢慢等了因为利率 他会维持高档一段时间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让更多的人不敢 不敢去碰这个房地产 台湾现在也是 台湾现在房仲 前两年 这个 销售业绩都还不错 但是 今年来讲的话很多房仲人员这个薪水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对因为 没有像之前那么好卖的 第1个就是股票下来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新闻 这个很多人的头期款都在股票里面输掉了 自然就不会去买房子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房屋 这个销售数据一定会下来 那下来之后呢 美国 只要这个数据有下来 他的核心CPI就会降下来 对不对现在通膨会那么严重 很重要一点在说 美国人很多人这几年炒股票赚了很多钱 一样跟台湾一样嘛你 股票赚了钱就会想要买房子买车子 对不对 所以才造成现在车子一直缺嘛 你订车不一定 不一定没台车你现在订下个月就可以交车有一些还在等 三个月还等半年 之前更夸张好等一年两年都有 那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有慢慢在好转 因为 半导体不缺的情况之下这晶片有点在缓解的感觉 所以 这样子一个状况就代表说 这个股票如果不太好的话 那 房地产的应该也会 不理想 那这个数据有降下来的话 那他就会去影响什么 影响联准会一个升息的态度嘛 所以我们现在最怕就说联准会 还要再升 这个6码 对不对 11月3码 12月 再3码 最怕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一定还会跌 但是如果 11月升3码 12月升2码 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出现分歧的看法 有人认为11月只升2码 12月再2码 那如果11月只升2码的话,股市一定喷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 不太大 最有可能就是3码,然后转2码 这个几率比较大 这个几率来讲的话,他会让股市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我不敢跟你讲这边是最低的一个低点 但是他会慢慢的在 这个附近 逐出一个新的底部形态,大概就是跟前面这个地方一样 其实已经到前面起涨阶段了 所以这边会慢慢的阻底 如果是先3码再2码的话 他会慢慢阻底 然后确定 看到11月10号 这个美国公布的CPI,真的有稍微在降下一点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更加确定 12月15号美国的升息 应该就是2码,那时候股市的就会比较有 像样的一个波段大行情产生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了,就是再忍耐一两个礼拜,这个买盘应该就是 因为大家都在去等这个事情 尘埃落定 那 你问我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了经过 这个目前一些消息面的一个 收集分析之后,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 转好的机率是蛮大的 因为毕竟来讲,我们今年股票市场也跌很长 从18619跌到 12698 这已经快跌了 跌快6000点了 2008年金融海啸也不过如此而已 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差不多跌5-6000点了 我们现在已经跌了快6000点了 对不对,所以已经等于接近那个时候的地方,那个时候一样 所以现在就等这件事情 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会往什么好的方向做发展 因为 英王讲话了 以前 他说要升就真的要升 他觉得没有必要升的时候 那可能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升 所以 资金会提早去做反应,他不会等到明年 真的不升的时候,股市才大涨 他应该会提前去做反应,而这关键的转折点就是三码转两码这个期间 那就是落在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美国股市他有办法先 先涨上来 你可以看到道琼指数 他为什么有办法先,形态上有办法领先先去做突围 这个就已经很明白了 那现在他在供所谓的季线,那这个很关键,季线如果 站得上去的话 那至少 这边应该就是底部形态,这边会让他稍微持续一段时间 那对台股来讲就会有利 那第2个有利的地方在哪里,在整个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的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个礼拜 这一度要再挑战114,后来被打压下来,为什么 因为 日元突然转强 日元在扁破 150之后 日本央行 那好像在我上礼拜跟各位讲150要换一点嘛,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哇 这几天一下又冲到148了 对吧 又换了好像都马上就赚钱了 那日元就是在日本央行 他出手干预的情况之下,现在有开始转升 但我们知道其实日元跟美元关系很简单 日币 便宜嘛 那日本 你在日本存钱是没有利息的 甚至有些还要付管理费 所以日本怎么操作 美元利息比较高嘛 那我就卖日元去存美元 或者是去买美元资产 这他们的操作 甚至国际上有一些机构也是一样的逻辑,他把日元借出来 借出来之后呢,我付的利息很低嘛 那我转去存美元 因为美元利息比较高 所以这中间就有汇差 他就有这个利息的价差 他就锁定住了 那唯一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日元突然升值的时候 美元 资产就会被抛售 所以日元一旦强升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美元 走弱 美元走弱的时候 那对照其他各国的这个汇率来讲的话 台币的部分呢 他贬值压力就会怎么样稍微先 趋缓一下 但是 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这个压力还是蛮重的,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本国的一些 这个问题 他需要去做消化,但是整体大方向架构来讲 如果日元持续强升 美元一定会走弱 那这样子的话 台币的部分呢他或许贬值压力就会减轻 那一旦减轻的外资他就不会怎么样 乱卖股票 甚至他钱在台湾的时候他愿意去买股票 因为很多人就已经跌很低了 所以你问我后续怎么看 我只能跟各位讲审慎乐观 现在会慢慢慢慢的 打出一个底的形态 那在这个打底过程里面的如果既然认为是打完底之后 他会 拉起来的话那对有一些 不错的题材他发生的话我觉得各位我们是可以去注意的 像今天这个行情里面 最强的是什么 最强的他绝对围在这个题材 对不对 中国 转向成熟制成要做一个突围 那他怎么转向 其实很简单 我现在我要做这个 晶片 先进制成部分全部被你美国给封死了 那 我现在的解回方问是什么 因为 先进制盆的晶片他的运算速度很快 那你很多的这个指令给他他可以马上的做一个处理 那中国就想说那我改个方式嘛 对不对 如果有ABC 类的指令的话那我A的 指令 我就给什么 给A的晶片去处理 B的指令我给B的晶片处理 C的指令我给C的晶片处理 对不对 之前是我在一颗晶片搞定嘛 但我现在没办法做这个千金晶片嘛 我把它分拆出来 我去转往成熟晶片 我原本一颗晶片可以做的事情我再三颗晶片来做 虽然比较麻烦 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呢 这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变得说怎么样 会让整个成熟制成的一个需求量 带动起来 之前成熟制成的 大家会觉得说很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说 什么NCU这个因为要量耳温枪然后远距办公吗 这个笔电什么都需要这个NCU 对不对 但现在都不需要了 所以变得说这个成熟制成需求量没有那么多 可是如果现在呢 因为 美国的制裁 中国他必须要采用成熟制成去突破先进制成的话 等于说他会加大订单量在成熟制成 对不对 那这整个需求又被带起来了因为 先进制成他运用在很多AI 高速运算的部分 跟一般的这个 电脑 还有这个额温枪 比较中低阶的 这个晶片需求不一样 所以高阶现在来讲的话 市场需求还是很大 对不对 中国我现在没有办法用这个先进制成去做嘛 那我透过其他方式 用成熟制成去做的话 那会造成什么造成 成熟制成的需求量会暴增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今天 在整个成熟制成的部分 IP的 资源他就很强 有没有 资源我跟各位讲过我说 来到这地方差不多就是底部形态了 这里会震 但是 严格上来讲他的这个特殊应用的晶片这个需求量是持续 增加的 那现在又再加上 所谓的这个中国要往 成熟制成 去做扩大的下单的话 那资源他一定会受惠 对不对 所以之前股价呢 前面跌下头今天又上来了 那这个都后面来讲 就慢慢去观察 他会不会持续的往上攻 他如果持续往上攻的话他一定会带动其他效应 包括像今天 这个61719的 地质 这也是跟成熟制成有关的 IP概念股 那反而就说在先进制成他会稍微比较 弱势一点 对不对像4星KY 今天早上开高之后就没有涨因为他是比较偏向所谓的这个 先进制成 那成熟制成的话 这个都有反应 对吧 所以这家公司呢 他接下来也会同步做一个受惠 因为他相关的这个晶片产能也是落在成熟 成熟制成这个区块 而且如果中国他这样子去做的话 他会让他的产品 这个运算速度来讲的话 我不敢说是完全取代掉所谓的先进制成 因为先进制成会那么贵一定有他的一个 优点存在 那现在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话他只能退回求其次用这种方式 去弥补的话 那我相信这家公司他在获得订单上的产能来讲的话 也会大幅的增加 另外呢 他转投资的一家公司 接下来也会因为 这个题材而受惠 我先卖个关子 这一档会同步受惠 也是跟中国有关系的 那这个股价也跌很深的 你看像今天资源为什么会强拉涨停 对不对 逻辑很简单因为他已经跌很深了 现在是缺利多 那今天有没有利多真的有利多 虽然说这边开开关关了但至少 人家还是有办法去攻涨停嘛 像这个比较轻的 他就直接抢锁了 这代表说接下来 这些公司呢 他是有机会的 那他们有机会的话 你要联想是这家公司因为他是跟中国去转型 成熟制程 做突围也有关系 未来的这整个IC设计他大概就分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 受惠美国 他要去排 排除掉中国的 这个 制程 他会受惠 那另外一个是中国他去去美化 反正去中化去美化 会有两边的阵营 那只要这边他有办法去拉高他的产量的话 那他当然就也就会受惠 另外一个重点在说 美国的这些半导体科技业 你说他想不想做中国生意 还是想做 对不对 还是想做的时候他有什么方法去做突围 这个很关键 那我讲了 如果在整个 CPU架构的部分 他要去 秉除掉美国政府的一个制裁 美国政府的一个管制 那他必须要怎么做 他不能够用X86 这技术可能要跟美国报备 他不能够用安谋的 这个架构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也要跟 美国做报备 但是Risk5的部分他不用报备嘛因为他是免费开源软体 那再加上今天看到新闻 以前的Risk5他只是应用在哪里应用在所谓的这个 笔电跟伺服器比较多 手机没办法切入为什么因为可能程式上设计的问题但是现在可以传出来就说 整个 金星科Risk5的这个晶片呢他也打入到什么 打入到这个整个手机市场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说手机不能做了他未来手机也可以做 目的是什么 这些厂商为什么那么积极去研发 他就是要去规避掉整个美国制裁 然后呢他一样可以去 做中国市场的生意 中国市场 虽然说是共产主义 包括习近平连任三任之后 可能在有一些管制上会更严格但是他毕竟来讲 这人口是庞大的 这个消费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光内需市场就好了 光做内需就好他就有维持一定的一个经济稳定度 根本他也不需要做外销 他国内的这个内需市场他其实就可以维持相对的稳定 外销但是 更加分 但是在中美之间的一个情况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多少会稍微影响但是他只要把整个内需市场顾好的话 我相信还是会很大的商机 所以在整个 中国市场的部分很多厂商是不会放掉的 那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个震动期过程里面大家都在 及时广义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去避开这个所谓的 政策的制裁 去 走其他的路 去做更多的生意 那我想 中国去转向成熟制成这个区块 他只是第一步而已 后面应该来讲还有更多的这个 方法会出来 那对于很多台湾厂商来讲 他不见得是一个 坏的机会他可能搞不好就会受惠了 像 你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有传出来台积电 的这个 订单 他要停工 中国的这个避任科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的内容就是说避任科技竟然做出来的这个晶片 他的效能可以超越灰达 我想这应该是颠覆很多人的想象空间 虽然这是 比较偏负面的消息但是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 避任科技竟然做出来晶片还赢过 这个 灰达的效能 代表说其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存在 所以 中国 不见得会一直被压着打 他会去想办法做突围 那在突围过程里面 台北股市之前因为 制裁受害的股票接下来就有机会 出现反转 所以这一档我个人认为 我已经很久没给你推股票了 那这一档我个人认为说今天这个消息面题材 他是有利于他 对抗大盘 大盘或许还没有正式的要开始涨 但是这里他应该是有机会 领先 去做一个 上工领先大盘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接下来这个行情 在 11月过后 尤其这些时间点过后 他会慢慢好转的话 那有一些 短线上 真的不错题材的股票 是真的可以中长线受惠个股如果突然出现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注意的 我不会每天给你推股票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题材刚好发酵了 那我个人认为还有一档股票 是市场还没注意到的 那 给你做个参考 好不好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股票 会同步受惠的股票 送给各位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SPN 台中台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团结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大家还是一样没有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东西 他是突然之间会做反转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慢慢你去观察接下来一些数据 如果是好的话 市场信心就会增加嘛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看这个东西而已 你到底美国 这个三马要升到什么时候 那如果11月是最后一次三马的话 那我相信后面来讲的话 这个股市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反应 因为像 之前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谈的时候大家也是原本是预期的可能这个升息 就 最后一次三马 但是没想到CPI降不下来对不对那后面又再继续点 所以如果现在如果后面出来数据是跟大家讲说11月是最后一次三马的话 那我相信这股市慢慢的底部形态会走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对有一些个股来讲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超前去做一个部署 那这样股票呢 今天 是最热门的题材 但是我觉得他股价还没有完全反应到 那如果说明天这个题材继续发酵的话呢 或是这个题材走出一段的话呢 那这样股票 他自然而然就有机会从底部 开始往上攻击 哪一档不用拆把电话拨通这张股票送给各位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